韓國我爸竟然第一道題目 他就講到最近neck flex裡面 以神之名 對吧 考論度很高 來… 真的 第一條就這 邪教 邪教 就是韓國其實 其實我來台灣很喜歡的一點 就是因為 其實很冷漠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太多邪教 我覺得韓國邪教 是全世界第一名 你說各式各樣的 對 各式各樣的邪教 有各種手段可以來洗腦你 真的 他們超強 對 因為我在韓國的時候 就是我小時候有去 就是問路人問路 那時候沒有智慧型手機 然後我就問路 可是他們就愛理不理的 就是要這樣離開你 沒有人回答我 那時候就超傷心 這些原因好像都是因為 就是邪教的關係 因為邪教會有各種手段 對 各種手段 他們就第一個手段就是說 接近你 對 接近你 就說你信道嗎 什麼之類的 這個網路上都可以查到 你怎麼有信道 我沒有信道 沒有 不是台語 對 然後就會一直問你說 你是不是最近就萬事不順 然後就是最近很疲勞 因為是你的祖宗 在擋你的路什麼之類的 就很可怕 我同學講的 他是信基督教的人 然後他們說 會有邪教的人 在基督教前面擋你 就擋你 擋你就說 你是在去這個教會嗎 你是在信這個神嗎 你其實你信錯神了 什麼之類的 然後要帶你去一個地方 OK 就帶走了 這很恐怖 然後看到那個影集裡面 那個紀錄片裡面 那個邪教的教主 我懷疑是誰 你知道嗎 台灣人 對 那個邪教教主應該是 對每一個女教主 通通進去一下下就好 對 所以我們也覺得韓國人 稍微些許冷漠 對 很冷漠 他可能怕接近人群 對 他們就是因為很多原因 但是這個其實我覺得佔很大部分 但也是因為壓力太大 大到要去 今天真的解開盲場… 以前我們會覺得說 韓國人怎麼好像感覺 我們要接近他 太怕 可能詐騙多 怕怕被騙 台灣詐騙集團也很多 對啊 你有看過一個 每天在被詐騙集團利用的人嗎 有看過嗎 就是我 他本人 誰 誰利用你 早上才解決一樁 早上才處理完 台灣最大的購物網站 最大的電商購物 用我的名字跟那個電商 連結在一起 進去詐騙 對 一天都騙幾千萬 幾千萬這樣騙 夠啦 對啊 那要怎麼處理 處理 怎麼處理 對啊 沒辦法處理囉 所以有好有壞 第二條 下就是外賣至上主義 韓國超級無敵在意外貌 所以整容的人多 對… 所以整容文化他們是第一名的 對 真的… 全世界整容最多 他們大概就是孩子養了以後 一出生就會存了 先存一筆錢 這個將來要花錢 然後還會有那種 畢業禮物是那種整形 對… 就是存錢 然後他畢業的時候再整形 因為成長期的時候整形是不好的 對 對 他們會抓好時機 他畢業的時候 剛才有一段時間可以這樣 休息 對… 然後去到新的環境變了一個人 反正也沒看過你以前的樣子 九九你是已經在韓國 處理完了 還沒有… 還沒有進工廠 你媽沒有留給你 整形體質嗎 可能他忘記了 你不用啦 媽媽覺得你很帥 OK啦 不用啦 真的 下面一條是什麼 入學到出社會都有那種 學長學弟姿 對 用 對 用… 用… 我們在學校的時候 就會有哥哥姊姊 然後就是路過的時候 看到哥哥姊姊 就要說哥哥好 姊姊好 假如說你沒有講 我可以叫去廁所 那學長就會 蛤 這樣是不是 除了在學校之外 職場上也很嚴重 就是 就是大家都知道喝酒的時候 日本也會 神敗 我們也沒有韓國那麼誇張 真的 我就是要開心的喝酒就好 敬酒 對 像那個打棒球的 你是神敗 我是後敬 那就差很多 那差很多 可能我打得比你好 但是我還是要很尊敬這樣 先來後敗 對 而且他們一直在吹酒 你們也喝吧 就是一直把吹酒吹酒 吹酒 就會一直灌一灌一灌到你嘴 對 就是學長有喝一杯 你一定要喝兩杯什麼之類的 其實這好像是惡性循環 幹嘛這樣咧 當我還是學弟被欺負 變成學長換我要叫學弟這樣 對啦 媳婦熬成婆了 對 就像之前韓局有一個 叫DP的一個軍隊的逃兵的那個 那個裡面也是 就是一直欺負一直欺負 然後有學長寫進去這種 沒有辦法 瘋掉 對 然後韓國職場 之前也有一個說法是說 就是跟長輩吃飯 你不能比他早吃完飯 你一定要留一口 等他跟他一起吃完那一口飯 你也不能比他晚吃完 這麼麻煩 哪裡很大 吃個飯而已 生活壓力真的超級大 出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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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路的 出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